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火星营业中的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张新宇 录制火星情报局感受如何呢 我觉得录火星非常的难 尤其是第一期的时候 当编导们问到我一些问题的时候 你人生中有没有经历过什么什么的 我发现我的人生好像是空白的 我突然发现 其实我是觉得我的人生应该是很精彩 但是在有一些比较细节的一些问题上 我就会想不起来那些细节 然后就会觉得 我怎么办脑子一片空白那种感觉 有看网友们的弹幕吗 我还真的没有看过弹幕 因为我打开弹幕的时候 我就会关注力就是在那个弹幕上 看别人的说法 然后我会通过弹幕的说法 去引导我的这个想法 所以我就觉得我会被引导 就我很少看弹幕 那你会搜索网友对你的评价吗 会 就是会看评论 对 评论我也看了 然后很高兴就是大家喜欢我们的台上的表演 对 杨迪表现得非常好 杨迪 然后我一天过来 然后他说热搜你看了吗 然后我就可能是很多别人 他的朋友发给了他 就说你老婆的那个男神 什么什么 然后当时打开热搜才知道 原来是上了热搜 现在杨迪还是你男神吗 一直都是我的男神 对 今天他的妈妈也在现场 他的妈妈也很可爱 你是真的很喜欢这种幽默的朋友 我喜欢搞笑类型的人 包括不管是就是说 一起相处的朋友也好 还是闺蜜 还是工作人员 我们的同事 都是很有具有那种搞笑的 能get到对方的点的那种 你会怎么向身边朋友表达喜欢呢 我会很直接的表达出我对对方的好感 我是比较黑白分明的 就是如果我不喜欢一个人 其实从我的脸上都能看得出来 我其实自己已经掩饰了可能 但是我是掩饰不住的 然后喜欢 那就也是很明显的就是 很喜欢你 我真的很喜欢你 会很大方的告诉他我喜欢他 双十一的时候有网购吗 有啊 有 我很喜欢网购 就是网购也是我的解压方式之一 最近一次 买了很多衣服 然后化妆品 然后吃的 就很多进口的一些零食之类的 最近都种草了什么单品 我最近买了一样东西是 我觉得很好 但是我周围的人都觉得 我神经病的一样东西 包括我的妈妈也吐槽 就是瘦脸绷带 就是它是一个脸套 就是在家里就感觉像 就是很像强盗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就是把那个 对 就是把脸 整个脸全都绷得很紧 这样绷住 然后家人回来的时候 都会吓一跳的那种 但我觉得我带了以后 我第二天感觉自己好像有 有紧致一点 或者是脸稍微有点小 小了一点点 真的有效果吗 那是不是我的心理作用 别人说是心理作用 但是我觉得应该有效果吧 因为我每天都在照镜子 看自己的一些微微的变化 但是你还用瘦脸吗 有 当然我是一个很容易吃胖的人 然后我也是一个很爱吃的人 然后我现在短发吧 短发就是你稍微胖一点 就会显得很不好看的 就是比较对胖瘦 比长发更加苛刻 我是觉得 所以就是说 我会经常晚饭 就吃的基本上吃很少很少 然后一定要是晚上睡前 饿到打开某软件 一直在搜附近的美食 我会打那个收藏 然后我想 明天中午一定要去吃 或者后天 我下次一定要去吃 来支撑我的这种饥饿 你如何看待艺人 要严格控制体重呢 我觉得如果是自己的路线 就是你要瘦的一个路线 那我觉得你肯定是要 因为你是这个工作 你肯定要去花一点心思 去维护你的身材 这个是必然的 就是这是你的工作范畴的一部分 但是我是觉得 如果他这段时间 真的可能稍微胖了一点 你可以提出意见 但是你不能去谩骂或者是攻击 因为每个人 都是有自己的一个权利在 你不能随便骂人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其实我所谓的 苛刻一直都是这样 一直都是 你可以说 你可以提出意见 但是你不能攻击他 哪怕他是演员 你觉得自己是打工人吗 没有 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很辛苦的职业太多太多了 很辛苦 赚的也不多的职业 也太多太多了 所以演员没有资格 说自己是打工人 我在这一期 我觉得我自己表现得不太好 我说实话 我觉得大家都真的是 卸妆都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我该怎么办 我有点彷徨 我当时 夸掉 夸掉 所以 但是很精彩 就整体来说 是非常精彩的 也是 大家都是付出感情的一期 然后希望大家一定要来观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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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